熟悉美版15系列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一代只有15和15plus能完美改卡 完美改卡顾名思义 就是机器本身是预留了卡槽位置的 只需要后期用CN3机船 完美的就能开出一个卡槽 但是也避免不了拆机 这也是一直被大家调侃的全新紧大修 当然了 也就是这样 他们的价格才会这么便宜 我手上这台是美版有所的15 188G黑色的机器 可以看到机器上是没有卡槽的 想要在国内正常使用 就必须后开卡槽 这台机器今天的拿货架是3001 3000出头就能上导 还是非常香的 这台是美版有所的15plus 188G粉色的机器 也是需要后开卡槽 今天的拿货架是34 plus这个机型就是15的加大版本 屏幕更大 电池也更大了 其他的参数跟15是一模一样的 喜欢大屏的可以选择这一款 这台是美版有所的15Pro Max 256蓝色的机器 今天的拿货架是5000 Pro系列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完美改卡 因为美版机器的主板设计取消了卡槽位置 机器内部的空间已经不能够开出一个完美的卡槽 就因如此应运而生了很多的改卡方案 众多改卡方案中 内置一直是最稳定 对机器伤害最小的方案 当然了 内置最大的缺点就是改了以后不能换卡 必须要把手机卡寄过来 改完再连同手机一起寄回 能正常插换卡的方案 可以选超保卡槽 超保卡槽整体上的做工和细节还是很到位的 而且只是做了机器左侧开了口 也没有割中框 卡托的结构是略有点弯曲 但是不影响正常的插换卡 也支持热插拔 不需要换卡以后 重新开飞行模式或者重启 还有一个最完美的方案 就是不改卡 在家连WiFi 出门的话带一台备用机 开热点 一样是好用的 了解华夏美最新动态 掌握一手行情 记得关注阿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